毕业生致谢词 毕业生代表洪玉玲 表决 当凤凰花开时缠额高唱 尼哥在校园中轻轻回荡 是恭喜同学们完成现阶段的学业 收获满行能的时刻 也是贺喜同学们即将离开校园 迈向另一个新的学习阶段 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另一段学习旅程的开始 各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起点 犹如即将远航的船只 要朝上更广阔的世界探索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内心难免感到戒胜于恐惧 然而即使惊涛骇浪 仍需怀抱着无比的信心与希望 勇敢迎接新的挑战 在启航的时刻 期许同学们以品德为罗盘 以梦想为指针 怀抱着诚信正直的热情 实现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 以追求生命的意义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总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 虽然每个人的抉择有所不同 但同样的无法避免的是种种的困难与压力 这些困难与压力都在试验我们 告诉我们不管遭遇何种 痕迹何阻碍 在逆境来时 绝不扶手称臣 在错的面前 绝不放弃自我 坚持做正确的事 才能成为一个有品德的人 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台湾之光 在逆境来时 绝不扶手称臣 在错的面前 绝不放弃自我 坚持做正确的事 才能成为一个有品德的人 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台湾之光 回顾过去 在家人的呵护 师长的陪伴 同学们的切磋 奠定家实的基础 而今我们成长茁壮 除了感恩 更需怀抱着理想 人因梦想而伟大 梦想因实践而璀璨 祈勉大家以梦想勾勒出人生的地图 以勇气实践挥洒出缤纷的色彩 让自己成为梦想的建筑师 开创幸福的人生 在礼歌声中 各位正待昂阳起飞 期望同学们乘着品德与梦想的翅膀 迎向广阔的天空翱翔 朝向光明的未来前进 祝福各位 蓬城万里 展翅高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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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 祝福人 祝福满